看看新闻榜 大家好 我是陈述 大家好 我是王磊 尽管叫做谈判冤家 但这部戏讲的可不是什么专业谈判的事 而是一场追债和被追债的故事 要债还钱 说咱那债的事 要钱 你俩扑得短 这回在电视剧谈判冤家里 王磊烫起了小卷毛 成了个讨债达人 天天就追赚到钱 女主角陈述 在成了替夫还债的倒霉蛋 就连去KTV唱歌 也得听王磊唱讨债歌 结果王磊一路追着陈述讨债 但俩人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这就使得片场也充满了欢笑 不知陷入了什么怪圈 这场戏拍起来演员们总是笑场 有时即便还没开始说台词 演员们就笑个不停 这到底是一对谈判冤家 还是欢喜冤家 真是傻傻看不懂了 一个CVP上海采访没到